这个老皇帝快别疯了 已经年过五十的他 抱着怀中的美人 早已蠢蠢欲动 说句心里话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过 没错 老皇帝乃隋文帝阳间 而他的皇后是独孤皇后加罗 此人非常善妒 不仅管着老皇帝阳间 更是要求自己的儿子们 不准有贪恋女色之心 如今早已眼老色摔的他 依旧相信老皇帝深爱自己 绝对不会移情别恋 然而就在此时 老皇帝正和刚认识的美人 共敬无善 这一顿饭下来 不仅吃到老皇帝心缘一马 就连血压也直飙 简直馋得到不行 当晚立马召见美人士寝 就这样 十几年都没有开婚的阳间 终于放肆了一回 正所谓云病花颜金布瑶 芙蓉胀暖度春宵 看来老皇帝是如愿以偿 只是此刻独守空房的独孤皇后 全然不知这一切 还眼巴巴的等待阳间回来 独孤皇后见夜色已晚 便吩咐身边的宫女 前去打探消息 芙蓉知道我身体不好 她是一定会来的 你去人寿宫看看 结果这一打听 竟得知老皇帝 已经下榻在万安园别院 这下可把独孤皇后 记得不轻 顿时醋意大发 立马摆驾万安园捉奸 而此时的阳间正憨然入梦 听到动静后瞬间惊醒 面对独孤皇后的指责 老皇帝内心是慌得一批 但表面却洋装镇定 毕竟当着这么多人 他这个皇帝 还是要点脸面的 说完便夹着尾巴离开 这个美人刚被皇室宠信 就被下令仗则二十 杨广得知此事后 竟吩咐下人将其灭口 原来美人名叫玉池珍 是太子杨广特意孝敬给他老爹的 目的则是除掉老皇帝 好让自己顺利继位 但可惜玉池珍刚要动手 不料独孤皇后突然到来 并下令将他逐出宫外 杨广怕事情败露 便决定斩草出根 秦殿内独孤皇后卧床不起 隋文帝看着病入膏肓的枕边人 脸上是忍不住的心疼 可下一秒宫女来报 声称已经将玉池珍掌地 老皇帝一听顿时气地跳脚 直呼 独孤后啊独孤后 你就这样阴险带独 说吧 也不听独孤皇后解释 直接腐朽而去 谁知她前脚刚离开 就传来独孤皇后的恶训 隋文帝赶忙又返回寝殿 而此时的独孤皇后 已经奄奄一息 临死前还嘱咐老皇帝 切勿沉迷女侧 说完便撒手人寰 老皇帝刚刚死了皇后 就立马左拥右抱 简直彻底放飞自我 全然忘记独孤皇后 病逝前的情真意见 只是她却不知 与此同时 她的儿子杨广 正在觊觎她的女人和皇位 御花园 太监带着挑好的美人 往老皇帝寝殿诵时 恰巧遇上了太子杨广 你还记得孤王吗 奴婢 当不了殿下救命之恩 她对眼前的美人 早就惦记许久 这下更是安耐不住 当即叫停太监 询问轩华 愿不愿意跟她走 轩华有些娇羞 默默低下头去 随后杨广便对太监说 自己想要把美人带走 谁知太监却称 这些美人是老皇帝 选中的嫔妃 恐怕她树难从命 看来杨广是被自己的老爹 接足先登 心中不免 愤愤不平 她只能在心中默念 反正早晚是她的 宫殿中 老皇帝杨坚一见到美人 瞬间乐得合不拢嘴 毕竟 这是她当上皇帝以来 头一次感受到 后宫家里三千 因为独孤皇后在世时 两人抗力情深 杨坚只宠幸 独孤皇后一人 据说 杨坚在没有当上皇帝时 还曾对独孤皇后 许下誓言 一生一世只有她一个妻子 怎料事事难料 独孤皇后的专宠 只持续了五十年 看来 男人终究是男人 长期的压制 只会令她更加放肆 没过多久 杨坚便一病不起 这边老父亲垂死病中 而儿子却只惦记着 小妈的手沾滑 眼睛更是直勾勾的 盯着宣华夫人看 宣华被摸得心慌 当即退到一旁 而病榻上的老皇帝 全人不知 发生的一切 只是语重心长的主妇杨广 一定要将大随的基业 发扬光大 可杨广此刻 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宠妃 哪里还听得进去 老父亲的托付 随即召见太医会诊 看看自己何时 才能登上皇位 怎料把完卖后 太医们却表示 老皇帝龙体无恙 就是有点虚 只要养上一段时日 必能康复 杨广听后 心中顿时一凉 这就好 你们可以走了 只能敷衍地打发太医离开 看来要想早日登上皇位 他必须做出点什么了